青海湾啊 一一五九天花板啊 群雄地府展示 来给你们看一下地府的细节啊 地府的话 他的 他现在切的是利经脉啊 所以说的水药利水呢 显示的是伤害一百几十二 帽子十五段罗汉 项链十五段精青 衣服光辉武器放下屠刀 伤害的话 地府的伤害呢 流影响到六道的伤害 愤怒加凝滞加效力伤刀 六特技啊 然后封印加封印 三属性加三属性啊 这个属性的话非常的好啊 零式的话都是时段 120级的三封印零式国标的话 差不多是七万 七万加十万 这这加三万就是个十万的级别 戒指的话 差不多是一个七万五的级别啊 右边的两个零式呢 每件零式的话 差不多是六万啊 这一这一边的价格的话 大概就是一个啊 三十多万了 一个腰带三十多万 就是六十多万了 六十多万这几家装备呢 没有超过十万的啊 但是综合来讲 装备的话加空耗的话 肯定是百万了 一致加金鸡法爆的馄饨球 这种狂暴的话 就直接拍授爵啊 狂暴资质好的十二技能 一个可能是两万多 加上虚迷 加三个授爵六万多啊 加上时间锁 各种打书掉书掉啊 看的掉的是主书还是辅助书啊 基本上呢 这种宝宝一只的话 也得十万块啊 能挂上小死亡吗 应该能吧 挂不上应该进不了四强吧 先读一口 然后可以进化啊 可以进化 来先来个白爪狂抓 看看威力啊 一刀 一千九啊 薅尤根 薅尤根啊 利地府秒三 利地府秒四 哎 利地府可以无限秒四吗 那他把比斯多岭牛逼啊 斯多岭两回合才打啊 两两回合才打六下呀 好像还行啊 是无限秒四吗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在给他毒完了以后呢 净化他啊 净化他一下 试毒啊 好了他身上的毒效果取消了 但是我身上有试毒的效果 这样的话我再用下一个啊 白爪狂抓的时候 误报几率和伤害大幅度提升 刚才秒1900现在应该可以秒2400 来看一下数据 3000 我操这么变态 去那么1570的伤害 好像挺厉害的